Sam, 我收到很多網民的評述 小返丹如這個故事 令他們很多集體回憶 所以我想搞一個香港情懷系列 第二集就做渡海小倫的婦女故事 你犯我的公報數? 這個想法聽到挺吸引的 阿文, 茂莉 是 你幫民旗吧 知道 程天, 你有什麼想法? 我打算在昨天的公司 看有沒有什麼故事可以發展下去 如果你還沒有 我有一宗案件想你們幫忙追蹤一下 Alex的姐姐有個朋友叫Candy Hole 五年前被人綁架了 她想找回當天救她的恩人 Candy Hole? 是不是韓氏集團的太子女人? 有名門, 有綁架, 有報恩 一定會有人看 我對這個故事很有興趣 不如交給我做吧 又交給你?什麼都被你霸佔來做 其實我真的看到你的情懷系列 我不想你分心 案件要交給程天 阿寶, 謙慧, 你倆幫程天 傻子的 好, 那我就看看人們濕得很醜 怎麼做好成績出來 我會用我的實力證明我的價值 我也很期待你們的作品 知道了 大約在五年前的11月28日 當時我被綁匪困住了兩天 很難得才能偷走 但要撇掉他們, 真的不容易 你們在看哪兒, 去自邊看看 救我 好, 拿來 我好, 嘟嘟 大家都有 甕羶蚊那麼高大 大家都有 水行盒那麼大 還有, 說到她的車子 結果是見車過車 速度與激情 超級輸入 小姐, 而言 是 總之恩公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真的很想拜託你們找他 讓我親口跟他說一聲謝謝 還有 恩公救完我之後,有點急事要先走了 但他留下了一件信物給我 你看 是嗎? 這顆鈕好像有點普通 不,我不准用普通的一顆鈕 一顆鈕多一條狠,你看到那邊 小姐,怡態 我小時候看古裝劇的時候 男女主角都是憑著一半的玉佩 去認對方 我覺得這顆鈕也一樣可以 那除了一顆鈕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你找到恩公呢? 我剛才根據我對恩公的印象 畫了一幅畫,希望給你們一些線索 這幅畫也好,抽象 你看看 那些警察的畫工真是大師舅 我們這些常人真是沒辦法參考 Kendy說他還沒做手術之前 有百多度近視,看東西眼眶眶 他的救命因人是這個樣子 線索這麼明顯 時間地點這麼清晰,真的很難幫你 他說他的救命因人有個哥哥 恩公開車的時候 他哥哥曾經打電話找他 聽得出他們的感情很好 那你記不記得當時他在聊什麼? 記得 大哥,不用錄了 我馬上來長衛冰室救你 就這樣嘗嘗吧 說什麼歌? 明明就是行古話的那些大哥 還有那句話就不用錄了 是不用軟 他真的除了眼睛有問題 耳朵也很有問題 這麼大體身 是嗎? 記得這首有什麼歌嗎? 伯樂印也差不多 完全聽不出音樂 Kendy唱成這樣 難過掌門的顧歌仔吧 是嗎? 荷里活,有大酒店三個胖胖胖… 老鬼,你又放摩陰嗎? 又是我爺爺年代的歌嗎? 有我這個歌王表演 你們都不懂珍惜 你好… 你唱歌挺不錯 對,在這座樓出名了 怎麼了?想我唱你聽嗎? 下次吧 其實我想你幫我拍一首歌 古歌仔?很強項 是這首歌嗎?是誰?喊成這樣 Kandy Hole 還有,我記得恩公的電話鈴聲 我唱出來吧 他唱成這樣 真的超出了人類的認知範圍 很難搞的 來 這麼多什麼? 我叫所有兄弟到深水埗 去所有出口店、批發店 你看,所有衣服的樓都是用同一款的 你問問Kendy 認不認得他恩公穿哪一款衣服? 我喝一盒的 什麼?有靈,沒有靈 Kendy連我的樣子都認得 如果你叫他認一條靈 不要緊,不要緊 大哥,不用亂… 大哥,不用亂… 你錄這些幹什麼? 你怎麼搞的?你是不是看吃神的? 認得一聲當然是逐個逐個認的 我已經看到所有我認識的古辣仔 全部將這句話錄一次 一定有個中 不要緊,我帶了一把聲都在裡面 說什麼?我們看看 還未有私 轉個頭,港九身界全部貼暈才行 一定找到她 看不出來這次又挺下力的 你這句話說話,人生在世 讓我遇到一個這麼有義氣的女人 雖然我沒見過Kendy 但我當她是自己一樣 我一定替她找到出來的 她走 婆婆,踢我去哪裡? 別走 記住,哥,看她的身小也知道沒錢還 大家省點力更好,對吧? 我不管你賣人還是賣神 不知道欠我大哥的錢你就一定要還 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維生 坐了十年 非法賣賣的更糟糕 那你也說吧,下次下次再說 手掃一腳 大家江湖中人給我天狗吧 天狗?沒聽過,你哪位? 我知道,英武哥的女兒 那個坐幾樓才得加麻雀館的那個 總之,我們今天打狗就看主人 我還給你五天無閣 給你兩天的時間還錢 還不了的話,你知道的 說完,走 記憶還錢,八婆,避不了 天狗哥,你剛才真的很英俊 我一定會好好地報答你 誰說的 不要動 你膽子點,我怕腰子斷了 虧就痛了 想不到你的朋友 大隻雷雷虧成這樣, 天狗 拿兩盒海狗丸給他 謝謝 多謝, 三百八十八一盒 放在七百七十六才走 你不是報答他, 收錢怎麼搞的 我現在看得身上身汗 還不叫報答他? 救… 救什麼?你給我買套票 一百多十套我就幫你按好腎 好腰、好腎、好男人 包你一晚打七哥 你欠了這麼多街數 買一百張也沒用 不用了, 你有個兒子, 省點兒子 就是養兒子養得窮 珊珊說一個弟弟要花四百萬 我以前也不相信 有了Bosco才知道, 四百萬 哪有夠? 你兒子吃人心大嗎? 餐餐吃鑽石也不用這麼慘 我奉勸你們兩個 兒子真的不能亂生 尤其是另一半靠不住的時候 你就不用了 自己一個小模的兒子 我還是比較辛苦 你有沒有找Bosco爸爸幫忙? 就是啊, 兒子也有飯 四百萬, 碰到一半吧? 怎麼了?他不認帳嗎? 你不要管了 總之我不會被我欠我的 拍拖鞋子走下去 咬也要咬死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